哈喽大家好我是莉婷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这个频道呢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旅游还有美食的小资讯 因为现在这个疫情还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还是会待在家中和大家分享一些美食 那大家看到后面呢这个是什么吗 梨子漆 那么我最近呢是在shopee那边买了一些梨子漆top3好吃的食品 今天呢就要和大家开箱吃给大家看 让我来评一下到底这个top3好吃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好吃哦 那么第一样呢要和大家开箱的就是这个紫薯米糕 这个紫薯米糕呢在shopee是卖34令吉嘛 币34令吉然后里面呢一共有18片 ok然后它是这一种独立包装的每一个包装里面呢都会有一块的紫薯米糕 我们现在就吃给大家看吧 米糕米糕的味道很香 它的厚度是这样子 等一下啊很软太软了 ok这个就是它的厚度 然后打开来看里面呢是有哎呀碎掉了 ok里面是有一片的紫薯的 它很软然后很柔里面的是紫薯 我是第一次吃到米糕 不知道影片前的朋友们有没有吃过米糕呢 如果有的话可以告诉我 哪里是有卖就是好像本地的米糕嘛 然后你吃过最好吃的米糕是在哪里的米糕哦 欢迎在影片底方留言让我知道 这个米糕呢整体来说是非常香而且很软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呢是2020年11月23号 我在shopee买的时候那个商家跟我讲说 因为这个离子气呢它是非常注重那个品质保证 所以他们卖的这个米糕呢都是那些一生产 然后才会delivery给你的 所以当你拿到的话呢 那个货不是那些卖家存了很久的货 都是离子气那边生产出来 然后就立刻发货 然后你才能拿到 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 虽然等待的时间要长一点 这个米糕呢我觉得如果十分的话 我会给它七分吧 因为第一呢我本身是没有吃过米糕 我没有吃过更好吃的米糕 那么第二呢我觉得这个米糕是非常的新鲜 然后很软 我觉得而且它的味道很香 所以我觉得它值七分 那么米糕呢除了这种普通的吃法呢 我还有看到网络上还有建议 就是说你可以把米糕放在优格里面 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一个三四个小时 然后吃起来呢就有冰淇淋的味道了 那我们现在来试一试 到底有没有冰淇淋的味道呢 我们现在来试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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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这个呢就是我之前 就是两三个小时之前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然后已经沾满优格的米糕 那个形状大小是一模一样的哦 因为这个米糕呢它本身是有一点点味味的甜 然后加上优格呢是偏酸的 所以它们两个的结合呢是非常好吃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买了这些米糕 然后你想要try不一样的吃法的话 真的是可以把它沾进去优格那边 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一个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吃 那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吃法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地方留言让我知道哦 这个感觉这样子吃的话 那个texture完全不一样耶 如果你有看过离子漆的影片的话 相信你都会知道 离子漆呢在做这个米糕的时候 它在吃的时候都会有配上豆奶 那么我们今天要开箱第二个离子漆的 Top 3食品 就是这个 甘 这盒豆奶呢其实它是有7种不一样的口味 就是用 呃 黑豆阿 然后抹茶 紫薯 然后还有蓝莓 南瓜芒果做出的这个7彩豆奶 然后这盒在Shopee是卖一盒17令吉的 我们现在就来尝试这个七彩豆奶 一起来开箱看看 然后我觉得离子漆的产品 它比较注重的就是它的包装 还有它的这个品质 可以看到这个包装是非常的美丽的 是美丽吗 美丽吗 美丽 OK 我们来开箱咯 OK可以看到 第一个就是紫薯 不单是它的包装外壳美丽不了 它里面的这个包装也是非常好看的 大家看得到吗 OK这个是紫薯 然后这个呢就是原味的豆奶 然后这个橙色的呢就是南瓜芒果 然后这个是蓝莓 然后这个呢是黑豆的 然后这个是抹茶口味 一共有七包17令吉 然后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偏贵呢 我觉得我要喝的是南瓜芒果口味 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厉害 这样有南瓜又有芒果 我们来试看这个离子漆的豆奶到底好不好喝 被子太小了 OK啦打完 哇那个芒果的味道很香耶 而且没有想到原来这个芒果还有这个南瓜它可以这样mash 不错不错 感觉是非常暖味的 你早上喝的时候觉得太好喝了 而且有时候早上醒来胃口没有很好 可是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适合你早晨喝一杯 太好喝了 8.5分 10分里面我会给它8.5分 好接下来呢 我们要开箱的第三种食品就是这个 哒哒 这个是面皮 然后它是干捞的麻油味 也是离子鸡的食品 好评里面 其中数一数二的 离子鸡红油面皮 而且它包装也非常的美耶 眼刀呢 我的眼刀呢 OK啦 不用剪刀啦 它的粗额味道很重耶 OK给大家看一下哈 里面有的就是 一大堆东西 OK里面有的就是一个 差不多有巴掌可以握完的面皮 这一盒红油面皮呢 是11块半哦 价位还算蛮高的哦 嗯 好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个面皮放在盒子里面了 我们要加入热水 覆盖那个面皮 5分钟 要等5分钟 然后我们盖上这个盖子 然后把这个油包放在 还有这个处处也不用 把这个油包放在这个盒子上面浴热 接下来呢 我们要加入海带 粉包 然后还有这个菜包 OK最后就是这个醋包 也是一个醋包子吗 最后呢 就是这个油包 然后他有建议说 如果你是不但能吃辣的朋友啊 那你就不用放完 OK 我就是那个朋友 哇 哇很像耶这个油 哇 OK够了够了够了 嗯 嗯 还蛮香的 那个辣的味道 是不够熟吗 为什么我觉得也一点点 硬硬的 可是那个整体的 嗯 怎样讲呢 整体的Q弹真的是油耶 而且吃下去 哇 它后劲很麻 真的很好吃耶 不愧是top3的 这个离子气食品 可是整体而言 我觉得我会给它 6分 给它6分 诶 给它6分是因为 我觉得也一点点辣 而且它会弄到你的舌头麻麻的感觉 真的很厉害 如果你是很喜欢吃辣的朋友 这样你就可以尝试这个口味 知道萤幕前的朋友 有没有试过离子气其他的食品 然后你觉得不错吃也非常好吃 就可以在影片底方留言 让我知道哦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跟你介绍更多的美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而且它除了辣味之外呢 它还会麻 就是麻辣 它会弄到你的舌头麻麻的 又辣又香 又Q弹 好了